郭文貴 我們八月七日晚上就撤離了 七點就大概全部撤離完畢了 那就是我們第二天早上回來看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水啊 到那邊 所以說我們再嚇一跳 電流進來了 陸陸續續可能有一些 淹得不是很高的話 有一些主人可能就晚上會回來睡 因為有電了 大概就可能就開個電風扇 那部分的話 他們真的是淹到 像我們頭目的家已經淹到二樓了 對 雖然他的東西辦到二樓 二樓還是淹啦 所以說 所以最低挖的地方已經淹到一層樓以上 對對對 所以說他們晚上還是要住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活動中間 因為他們真的沒地方睡啦 外面有很多三星人是說 有沒有需要提供物資 因為我回應他們是說 暫時這一兩天先給我考慮 因為每一個人的家淹到的東西是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有的是電視啊 怎麼樣一大堆的東西啊 等到我整理好了 看了以後我知道整個問題出在那裡 什麼樣的物資再進來 應該它的基礎建設整個都完成了 剩下地基 再來就是我們第三屋就是房子了 因為這個可能也要幾個月的程序要在這個裡面走 我只能這樣講啦 因為百姓 住在這個裡面的百姓 因為他們的工作幾乎都是臨時工 你若是叫他們在外面自己住房子的話 可能是一個壓力 而且因為我們還要再蓋房子 我們也要存一筆錢嘛 所以相對看政府有沒有這個能力說 讓我們找到一個地方先暫時做安置 那也OK啊 我像這樣如果不堪積住的話 那就要安置 安置 那安置 雖然我也協調中央聯盟會 跟新北市政府 需要安置的場所 因為會比較長期 而不是臨時的活動中心 這樣的一個安置的住所 譬如說像八八峰這個時候 我那時候也正好在政府部門工作 那時候就會協調雲期 這個地方因為小規模的 看看這附近有沒有他們可以長時間居住的地方 因為這個新的那個安置 那個要新蓋的那個部分 不是短時間可以蓋 其實我是希望這個新北市政府也名急 這個先跟這個所在乎 溝通 到底如果他記住的住家 如果不堪再記住的話 就應該啓動要找長期的安置 一直到新的住宅 新的住宅街